刘火望头戴斗笠,牵着马,默不作声地站在路边,看着远处的牛心村。 几个月前,也是这个位置,当时他站在这里,想着该如何向白玲苗解释,自己杀了他全家。 今天依然是这个位置,他站在这里,想着该如何向村里的其他人解释,自己离开这些时间内,经历的种种一切。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自己再也不用被幻觉干扰了,明明就要再次见到他们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心中却十分地忐忑不安。 相比当时冬天的冷季,春天的牛心村明显热闹了很多,村子四周的田地里,都是劳作的人跟牛。 那些人年纪不大,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但是看起来劳作得很认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的模样都不怎么样。 汪汪 馒头的叫声让李火旺的视线从远眺拉回,看向身后的大黄狗,他拱着背,咧着嘴,向着树林里的李碎,低沸着。 虽然李火旺训了他很多次,但是馒头似乎在这件事情上认死李了,始终对着李碎带着强烈的敌意。 爹,他为什么向我叫?我喜欢跟他玩,但是他不喜欢跟我玩。 李火旺看向此时的李碎,他那蠕动的触手都被一件宽大缩衣裹得严严实实,而脑袋的位置盖着一件宽大带着黑纱的竹斗笠。 如果不知道,底细的人从外貌判断,此时穿着缩衣的李碎看起来,像一位身材偏矮,但又异常臃肿的胖子。 既然他不想跟你玩,那你就玩别的去,别去招惹他了。 过去需要李碎压制心中的幻觉,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对于李碎,李火旺一时间竟然找不到处置的办法了。 直接让他自力更生?李火旺还真张不开嘴,他从有神识到现在,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交出来的,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哪怕他是一只模样恐怖的邪碎。 别看肠的吓人,可他的心思单纯得很,太容易被人骗了,在这个世界,黑太岁也算是一味药材,真放出去,怕是药布了多久,就会被别人掳走。 为今之计,只能跟养馒头一样养着了,好在他也算是比较好养,也不算是累赘。 等进村之后,你千万别脱身上的缩衣,也千万别把触手从里面伸出来,免得吓到其他人。 爹,我知道了。李碎乖巧地回应着。 随着他的触手不断扭动着,跟着李火旺往着村头走去,在他那缩衣下面留下一排浅浅的年夜。 两人牵着一匹马,再带着一条狗,如此的打扮很显然不是走村的货廊,当即引起了田里人的注意。 李师兄,李师兄,你回来了。 窜了一个个头的杨小孩激动不已地从田里走出来,一位圆脸女人在他身后好奇地跟着。 见到许久未见的熟人,馒头当即摇头晃脑地跑了过去,向着杨小孩身上扑。 杨小孩搂着馒头就向着千马的李火旺,迫不及待地询问道, 李师兄,你这段时间去哪呀? 我们都很想你呀,没事吧? 在他的询问中,李火旺四周的人也越积越多, 等他再次回到白家大院门口的时候,基本上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 高志坚看起来比之前大了一个个头, 站在人群中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他张开嘴巴结结巴巴地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是却被狗娃给抢先了。 李师兄, 你快看, 这是我媳妇, 你再看他肚子, 马上就要生了, 我要当爹了。 哈哈哈哈。 狗娃喜悦笑声没有维持多久, 就被春小满推了一个亮枪。 李师兄, 你总算是回来了, 这段时间渺渺时常念叨你, 担心你呢。 赵五煮着一副木拐, 在一旁兴奋地说着, 李师兄, 你没在的时候, 牛新村的钱我都帮你把着关, 非但没有坐吃山空, 我们还有不少进账。 所有人都高兴地说着各种事情, 至于李火旺临走前, 说的那些话, 他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李火旺在这些人包围中, 心中有种莫名地放松, 心中的那根弦, 再也不用时时刻刻地绷着了。 也许这就是家的感觉吧。 李火旺心中暗道, 呵呵呵, 呵呵呵小道爷啊, 你可算回来了, 来来来, 出了一趟远门, 跨个火盆区区煞。 吕状元笑呵呵地 端着一个火盆放在门口。 他当然高兴, 有这位主在这里镇着, 他的心都安心不少, 而且他还是自己的东家呢, 自己在这个村子里住着 也名正言顺多了。 等李火旺迈过火盆 走进白家大院, 就看到白领鸟侧衣在二楼木窗, 面带一丝笑意地看着自己, 就仿佛当时怒气冲冲 离开他是别人一样。 回来了, 小孩, 去, 把栅栏里的一只羊 跟一头猪拉出来杀了, 今天晚上吃流水席。 好嘞, 杨小孩顿时兴奋地一口答应, 放下怀里的馒头, 转身就向着火房冲去。 在很有眼力尽的 吕状元的吆喝下, 其他人纷纷过去帮忙, 杀猪的杀猪, 看杀猪的看杀猪, 硕大的白家大院 一时间安静得很多。 这位就是李兄的红颜之己吗? 那我等是否要回避一二? 诸葛渊看着上楼的李火望, 很是善解仁义地提议道。 回避什么? 你新来的, 压根就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才有意思呢? 我可就等着这一回了。 红中兴奋地刚要跟上去, 但是却被诸葛渊拦住了。 这位作妄道兄台, 还是算了吧, 这可不是君子所为。 诸葛渊挡住了他。 我本来就不是君子, 我是作妄道啊, 我是骗子啊。 然而无论他怎么说, 诸葛渊却始终都不让他靠近。 当李火望顺着楼梯走到二楼, 白灵秒大方帝走了上来, 真的如同妻子般卸下了他身上兵器, 跟沉甸甸的刑剧包。 不过他刚准备说点什么, 就有些嫌弃地盯着李火望身后的矮冬瓜, 心中暗道, 这人谁呀? 怎么还跟到卧房来了?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他是李穗,李穗,叫娘。 娘,娘。 白灵秒一肚子的话顿时被李穗这个称呼打断了, 一脸震惊的仰头, 看着眼前穿着缩衣的怪人。 你给我说清楚, 这么大的孩子, 你从哪来的? 是不是那个叫杨娜的小贱人给你生的?